那就等這個油燒開來 我們就可以開始炸雞了 準備下鍋 我們要離遠一點 我從那個縫隙看到它現在是金黃色 可以起鍋了 我們得到了一隻炸全雞 老闆我想問一下 這雞可以整隻拿它去炸嗎 不要啦 炸太大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努哥 那麼我們今天要來挑戰 把一整隻雞從頭到屁股 拿下去油炸 那我記得我小時候 這個願望就是我長大之後 可以無限量的把這個炸雞腿 吃到爆 吃到吐 因為小時候我記得在我國小的時候 我們小學旁邊剛好就有一個炸雞店 我那時候的零用錢 一個禮拜只有50塊你知道嗎 所以說我為了要吃一隻炸雞 對我來說是一個相當困難的事情 那我們今天直接準備一整隻雞 開掌 開吃 好不好 完成我小時候的夢想 把它學 alive 不不不不不不... OK 那 Tigers 差不多很多說了 開工 很高的 喔 南章 熱衣 水 阿嬤 好吧 那我們就先把這個油給它燒開來好不好 我們要憑我們的爐式料理法 來料理今天的炸泉雞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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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斗粒感覺也很好燒喔 不可以燒喔 我們現在頂著大概外面五十度的高溫 那我們現在就等這個油燒開來好不好 我們就可以開始炸雞了 炸群雞 兩包炸雞粉 啊 欸 欸這從小跟我學料理長大不得了 你長大要不要開餐廳 拿叔叔教你的所有料理技巧去開餐廳 確定是這樣嗎怎麼感覺 怎麼感覺有點奇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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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應該知道我曾經去日本 深造過所以說剛剛那個動作 非常的困難好不好如果沒有受過 專業的訓練不要輕易的 模仿 又君我們現在要幹嘛 啊 不是這裡啦 主廚在裡面藏了一個玩具有嗎有拿到嗎 哎呦 我們現在要洗手喔 農會買的兩隻冷凍雞腿 欸這樣子就有那種感覺了 人家都是炸雞腿我們是炸整隻雞 有嗎有這種炸雞的感覺了吧 可是現在重點是我們要怎麼 把這個雞放下去油炸 厲害喔好多 是 是 這根本是為他量身定做的吧是不是 我覺得他會釣 釣個毛 那我們現在就先把雞放上來然後 準備下鍋 超重耶 我們要離遠一點 啊 雪花飄飄被風笑 又個毛 哈哈哈哈哈哈 欸我從那個縫隙看到他現在是金黃色 我們不能讓他只有外面炸熟你知道吧 裡面也要是熟的 好OK大概在等個五分鐘左右 就可以起鍋了 它怎麼變五谷雞 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們得到了一隻炸全機 我相信這一次雞腿一定會成功 那我們這個雞腿呢 就兩個一起下去炸 來囉 這一次有那種雞肉喔 有 有沒有像炸雞腿那種感覺 有有這個有 哎呦 爐式料理還是會成功的嘛 香味已經飄出來了 金瓜酷的 嗚嗚 你要不要再補一點上去啊 會噴的白癡 哈哈哈哈 A few moments later 最好吃的 我炸雞腿 好啦 各位 那眼前呢就是我們今天炸的這個烏骨雞 不是啦 我們今天炸的烏骨雞 炸拳雞 VS 一般的炸雞腿 欸 超香的耶 阿嬤 好 來來來 我們先試吃好不好 我們先吃這個版本好不好 畢竟我們把這個雞從這個物種 炸成另外一個物種 我們先吃吃看我們的這個 黃金外皮好不好 我跟你們講 台灣炸雞網在這邊 我真的覺得這炸的剛剛好耶 熟的嗎 熟的嗎 熟的 太扯了 喔 謝謝 好不好吃喔 好吃喔 好香喔 超嫩對不對 那個肉 喔 我跟你們講 什麼是完美比例 這個就是完美比例 那個油溫 控制的剛剛好 欸 你看他一直吃啦 有沒有 我就跟你們講 沒有在騙人的 是真的好吃 好不好 好 來 我先換叔叔開箱一下 耶 我贏了 我贏了 Youtube 要騙人的 有沒有巧克力雞雞 什麼 什麼巧克力雞雞 這叔叔炸的全雞 全雞 不然這是什麼 巧克力雞雞 酥酥的 啾 OK 把這個皮剝開之後 裡面是 哇 油光油光的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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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好吃啊 我要吃 你要吃嗎 吃一口 來 有沒有 好吃嗎 好吃 是不是 OK 各位 那我們今天主要PK的東西呢 是 雞腿的部分嘛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現在 就來把這個 好 叔叔幫你用雞腿好不好 現在大家要開開了嗎 哇 同一種料理方式 炸出來兩種雞是 完完全全不同的東西耶 剛剛那個就是真的 外面炸雞店的炸雞 這個直接變烤雞的味道 喜歡這個油脂的操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喔 你有發現其他這次爆紅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大人說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內容